继续focus欧战持续 而为了减碳牌 保护下一代能够拥有 起码生态的环境 全球各地寻找新能源的动作 从来没有停过 美国拜登政府 这个星期又批准了阿拉斯加 一项新的转游计划 受到石化业者 跟阿拉斯加政府热烈欢迎 那么当然这个转游计划 会提阿拉斯加制造很多就业机会 也会带进税收 但是环保人士认为 这对于对抗气候变迁的承诺 完全背道而驰 报道当中我们再看一下 各国发展新的再生能源 包括西班牙的巴塞隆纳 还有比利时打造新的做法 无视当地民众的反对 美国拜登政府13日 批准阿拉斯加西北部 一项70亿美元 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的新枪木 他们在阿拉斯加 这会是30年经济的经济 他们都不存在 美国内政部上个月才表示 对计划可能排放的温室气体感到忧心 不过最后依旧妥协 从原本的五座专游平台减少到三座 宣称能减少对当地野生动物的冲击 拜登选前承诺对抗气候变迁 如今却同意新的钻油计划 让环保人士强烈不满 不过阿拉斯加当地政府倒是敞开双臂欢迎 表示将带来数十亿美元的税收 同时创造数百份工作机会 能源需求上升 凸显绿能转型的不易 不过在西班牙巴塞隆纳 在政府大力推广下 住宅和公共场所装设太阳能板 越来越普遍 自二零一八年以来 数量增加了一倍 为增加民众装设太阳能板的意愿 政府提供百分之五十的试证税补贴 相当于大约以前欧元 足以支付六成的安装成本 而在日照相对没那么充足的英国 为了对抗能源危机 也有越来越多污住 开始使用太阳能板 二零二年的总安装量 较前一年多了一倍 至于美国威斯康辛州 则从能源回收左手 把垃圾厂释放的甲烷废气 收集起来重复利用 预估每年能减少 三百万加仑的天然气消耗 同时还能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 为了减少碳足迹 比利时工业城市沙勒罗瓦 也正在打造再生能源管线 重复使用工业冷却废水 产生的大量热能 目标是为两万五千 到四万户家庭供电 并且每年减少 二十万吨的额氧化碳排放 为减缓暖化冲击 世界各地积极找寻替代能源方案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